认真学习 这个技巧高手必备 和弦上画X有两个意思 这根弦不是该和弦的音 或者这根弦不是该和弦的根音 意思就是尽量不要弹到这根弦 弹奏分解和弦 想弹哪根弦 手指可以控制 扫弦 不碰到打X的弦 几乎不可能 因为扫弦的手必须要放开 这样才有爆发力 音色才饱满 如果为了避免弹到打X的弦 而小心翼翼不敢放开的话 这显然不行 怎样做到手放开 又不碰到不该弹的弦呢 听好了 不要怕弹到 因为不可避免 我们要做的是消音 以C和弦为例 大拇指反过来 用止度挨着琴弦 注意不要按时 按时就正常发音了 我们要做的是 让它发出哑音 轻轻挨着就行 听到了吗 第六弦是哑的 这时候无论怎么扫 这根弦都不会发音了 这些需要消音的和弦 都是这种方法 左手大拇指消音 是很常用且实用的技巧 努力掌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